鐘鐘到學校的時候 還差五分鐘就要上課了 他急忙的把東西塞進舞蹈 四五歲 把號碼鎖好 鐘鐘一口氣 跑進106英文教室 他看見有人坐在他的位置上 鐘鐘說 對不起 這是我的座位 那個人說 你跑錯教室了 鐘鐘拿出課程表 一看 果然是自己記錯了 他趕快跑去數學教室 數學老師已經開始講課了 老師一看了鐘鐘一眼 數學老師是鐘鐘的指導老師 鐘鐘覺得很不好意思 上完數學課就是體日課 他變成一張人生的圓書 他在遺寸中 被快跑回 換運動服 他忽然看到地上有皮夾子 皮夾子里面有一张男生的照片和两张十块钱 中中见过了这个男生 因为他的事物柜就在中中的左边 中中想怎么办 如果我把他交到办公室 跑到运动场上就会迟到 我还是顺便交给体育课法 体育老师法 中中写了一张小纸条 告诉他 中中正在把纸桥塞进制度柜的时候 忽然后面有个声音说 你这是做什么 中中回过身来 他的男生看见中中手中的皮夹子 就说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皮夹子吗 中中 中中研满把纸条拿给他看 他笑着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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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迟到我的皮夹子 我叫Cam 六年级学生 中中说 不客气 我叫江河中 也是六年级学生 哦对不起 我爹去上体育课 不能再迟到了 中午Cam走到中中 他们一起吃午饭 Cam说话很疯 中中中很喜欢这个新朋友 很好 谢谢大家